1月23号下午在首尔时代广场 举行了KBS电视剧金科长的制作发表会 该剧由男公民男向美2PM成员李君浩 郑慧成等员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信奉原则主义的会计师 入职某公司担任科长后 为守护公司而与公司内部恶势力对抗的故事 是一部职场喜剧 四位主演联手呈现的这部职场喜剧 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爆笑场面引发期待 有点硬意的奈良。 不幸福感兴奋成的心态。 有点可疑感,手后至担心掌楼购无言禁与你 叙连结束地需要靠近。 三次分次凡所信息。 不要不担心平结束。 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检察官 飞温道感想 李俊浩表示 这部剧是男向梅生完孩子后的首部剧 被问到选择这部剧的理由 男向梅表示 我自身为了计划的一年 我计划的主要是 希望能保持一年 我计划的时间非常兴趣 我计划的感谢 我真的感谢你 我计划的时间感谢 我计划的女生 被问到选择的 但是有个努力的 有吗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些人 男公民被问到 合区前美女空心中的角色有何不同时 男公民说 最不同的点是 髮型的色彩 你会笑一下 哈哈哈哈 第二个 其实我不是说话 我不是说话的 但是我感觉到这一场 我感觉到这一场 我感觉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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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感觉到这个 我感觉到这些 我感觉到这个 我感觉到这个 是我们的电视频 就像电视频 我们的电视频 每个人的电视频 都发展一下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小声音乐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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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